真的 你真从他眼睛里看着心疼了 天哪 你是不是特过瘾 那是相当地过瘾 就他拉着我让他跟我说说他 这辈子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我 我这 这 这完全就是错了 就是后悔 伤心 难受 爱我 就他说完这话以后 我立马觉得这些年的苦我没摆手 我彻底支了 转过来 支了 我算是明白了 这世间真有痴情的男子 是他把我甩了的 他现在后悔是活 干 你那李若秋他现在想怎么着 现在不是李若秋想怎么着 是毛豆豆我想怎么着 你想怎么着 我估计我得辞职了 魏大姐 你吓死我 我以为你要跟余伟离婚呢 离什么婚啊 头婚啊 你说现在这种情况 我不辞职还能怎么样 本来余伟就跟李若秋较劲 好了 现在知道自己的老婆 在这儿开火梯 李若秋在这儿当老板 每天上上下下下 这我还有好日子过吗 那你们家余伟又天天在家 吐血玩了 所以啊 聪明伶俐的我要在他吐血之前 先割腕自杀 我就表一下忠心 所以估计货题也开不下去了 我发现你这人特逗啊 你每天脑子都想着什么呀 人家李若秋 今天才去 事业有成 身价过亿 每天那么多女孩 屁股后边追着等着 你这还不乐意 你说你要嫁给他多好啊 不光你好 你们全嫁都好 现在可好 您开着小货梯 嫁给那余伟 连个护手都倒不上 不是 你什么意思呀 你要这么喜欢李若秋 明儿 我找机会把你介绍给他 行吗 您还真别说 这么多年你也没惦记着 给我介绍呢 我是不想害你 你是我姐妹 我求您快害我吧 你别那么贱吗 你说这有什么好的呀 除了有钱 有钱人多了 我告诉你 不是每个有钱的男人 都是好男人的 他得人好 像李若秋这样的 隔三差五欢迎女的 隔三差五欢迎女的 你受得了吗 你说女人结婚图什么呀 不就图她是吗 那跟这样的人你能踏实 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经验 我的教训是 我宁愿身体受苦 也不愿感情受苦 明白吗 小妞 我是宁愿感情受苦 也绝不让身体受苦 懂吗妞 服务员买单吧 雨薇 你最近艺术照拍得怎么样了 什么呀 别撞没听见啊 那项业务 现在基本上停了 停了干嘛呀 多重钱啊 像那种写真的东西 那叫搂草打兔子 赶上了就赚一笔 赶不上自当没有 那多可惜呀 就原来每天能见着美女 一边拍照 一边享受着幸福生活 这多好呀 其实逗逗我跟你说 那些人我根本 我就没把她们当成女的看 毫无兴趣 我就对你感兴趣 我在背着我都对你感兴趣 那你记好了啊 记住了 记住了 那你现在怎么办 最近接了几单大公司的单子 给人家做那个 员工的那个卡还带制作 不过有钻头 不是 咱们大公司自己都有数码相机 干嘛找你拍啊 大公司嘛 做的专业 我又专业了 所以就找我了 今天好好干 年底 得买你喜欢的那QQ 要买只能花你的钱了 我估计 划我了 换我了 雨薇 我 我不想开火梯了 好啊 那你不开 不是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 为什么呀 不问为什么 只要是我媳妇 不愿意干的事情 咱们就不干 不开货即好 咱们再找更好的工作 是不是 余薇先生吧 我是 您是 Jackie Zhang 您好 跟您通过电话 对 您还亲自接我 电话里说好了吗 是 大公司就是大公司 规范 这边行 哎 那个 人公司在9啊 17 哦 咱们一会儿呢 就在这边拍 哦 一会儿我们员工都会过来 等拍完这边以后啊 再单独为我们老板拍一组办公室照片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您好 您先喝杯水 谢谢 谢谢 哎 推脚轮微微笑一点好吗 哎 好的保持 好极了 好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是Jackie Zhang 是李总的秘书 哪个李总 李若秋 李总 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们李总呢 想邀请您呢 到我们公司来上班 我们公司就在这大厦的 十七十八两层 如果您有兴趣呢 可以来 我们这公司呢 现在主要是做 文化产业方面的内容 职务呢 由你来挑 或者是李总的秘书也可以 对不起啊 我不感兴趣 这可是我们李总亲自邀请您的 我知道 她已经跟我讲过 我也当面回绝过她了 老小姐 你要知道 想来我们公司的人很多 实在抱歉 我觉得我现在工作挺好的 谢谢您 要没什么事 我走了 好 余蔚 又见面了啊 你在这儿上班 可以这么说吧 我公司的人也经常问我 说 咱们公司的总部到底在哪儿 我跟他们说 我在哪儿 公司的总部就在哪儿 你是这儿的老板是吧 张秘书已经跟你说了吧 让你在我的办公室里 给我拍一组工作照片啊 可以 现在吗 现在不行 你这样 你先回去 等我通知 对了 他们底线人跟我说了 说你很有耐心 技术也很好 你放心 消费上 我不会亏待你 怎么了 宇伯 不开心啊 不开心啊 张秘书 李总 某小姐拒绝来这儿公司 你是不是 你不能带我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